方雨墨 我杀了你 雨墨的初心是好的 你们不要再骂他了 混账东西 令不清的东西 流放之路多艰苦 这么多身交体弱的女眷 要怎么活下来 你如今还敢包庇这个混账 方雨墨趁乱溜了出去 他找到自己的丫鬟 雪儿 你愿意替我去流放吗 小姐 挪宾 挪宾 雪儿 你会愿意的 对不对 只要你替我去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的 雪儿 我就只有你了 只有你能帮我了 不 不 雪儿 我知道你最好了 你放心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爹娘的 那你快些去穿上我的衣裳 我来帮你换 再戴上围帽 这样就没人能认出来了 你只要不说话就行了 知道吗 雪儿满脸惊恐地点了点头 她本以为小姐会放她礼服的 却没想到小姐让她代替她去流放 方雨墨的计划没能成功 都是因为你 我们才会变成这样的 你想跑 做梦 方雨墨恨得眼睛都红了 她现在想或许做个三皇子妃也不错 至少她现在就不用被连累了 可惜她现在连三皇子的面都见不到了 京城里消息多 这事过了一段时间就被人忘记得差不多了 毕竟最近可有个大喜事 三皇子要娶三皇子妃了 三皇子如今没了兄长 生母又被打入冷宫 怕是无缘那个位置了 三皇子如今恐怕也囊中羞涩 这婚礼啊 估计很寒酸 要我说这文姑娘也是高攀了 若是以前这等官职的女儿怎么可能做个皇子正妃啊 难不成要方家姑娘那样的 你说那个坑子家爹的可别了吧 谁敢要啊 文府 文夫人在文思思的闺房里轻声细语地与她说道 三皇子虽如今不受仇 但毕竟是皇子 你能嫁过去也算是高价了 万万不可给三皇子甩脸色 知道吗 要好些与她相处 有矛盾就要好好说出来 夫妻之间何为贵 不要说那些伤和气的话 娘 我明白的 只要三皇子不乱来 我肯定不骂她的 她若是乱来 你就回府来 你虽是高价 但也是我们文府的千金 永远都是 是 怎么 舍不得娘了 是啊 舍不得娘了 兵王府离文府也不是很远 之后多回来走动 好